作为德国留子每天起床 除了写论文就是烦恼要吃什么 加猪肉馅 加点酱油 加点香油 不不不还是等等再加好了 加点蚝油 搅拌搅拌 加点香油 闻起来真香 继续搅拌搅 拆开包装 来瞅瞅这可爱的番茄 这次的番茄还挺红的 希望好吃 切番茄 原本想切小点 但怕番茄汁流出来 就这样吧 等等在锅里搅拌搅拌就好 切点蒜头 哎呀 切菜板太小了 没有发挥空间 终于去皮了 切切切 多多多 蒜末完成了 这里购买的白蘑菇还剩下很多 再切点白蘑菇 这次偷懒切成块状 小心翼翼 真怕切到自己手手 小精灵料理中 冷油蒜末下锅 先丢两颗蘑菇 试试油锅温度 下蘑菇 小精灵翻炒中 开始有点滋滋作响 下番茄 哎呀 好像有点切不开 没事 等等再切 继续下番茄 这声音听起来就会很好吃 下腌的差不多的绞肉 一点也不能浪费 在下点刚刚剩下来的蒜末 还有一颗差点被遗忘的白蘑菇 继续搅拌搅拌 交给小精灵了 番茄终于开始出水了 加点蒜头辣椒酱 辣椒酱能拯救一切肉腥味 再加点Basilicum罗勒粉 完美 最后搅拌搅拌 让它们融合一下 看起来差不多了 去盛饭 嘿嘿 时间抓得刚刚好 超市买的一盒米 有八小包 一小包米可以吃三次 先乘今天中午要吃的量 这样应该够吧 剩下的装便当合理 接下来是打饭时间 一瓢 两瓢 今天实现肉末自由 再来是装便当时间 大家觉得今天的一餐怎么样 看来论文没什么进展 但厨艺进步了不少 好 好 好